大家好,我是Howard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要在加拿大长期生活 其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信用分数的话题 那在加拿大长期居留 信用分数基本上可以说是 每个人在财务这个部分的身份证 如果一个人的信用分数不好 就可能在很多的方面都会遇到阻碍 像是从租房、买车到申请信用卡 甚至是找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既然信用分数和我们的相关性这么高 弄清楚它的规则就会非常的重要 所以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信用分数 简单来说信用分数就是一个数字 它的范围从300到900 希望来衡量你的信用风险 那这个分数是由信用评分机构 像是Equifax或TransUnion 他们根据你的信贷历史计算出来的 那信用分数的计算方式其实还蛮复杂的 它计算的这个内容还包含了很多种组合 像是你的还款记录、信用额度使用率 信用历史长度、信用查询频率 以及信用贷款种类等等 那每个项目在信用评分中的比重不同 但对于最终计算出你的信用分数都有影响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数越高 就表示你的信用越好 一般来说呢,你的信用分数在700分以上 其实就算是还不错的 那如果是800分以上呢,就算是非常不错的 那影响信用分数高低有哪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一些比较基本能够提高你信用分数的行为 它主要有分四个 那第一个呢就是准时的还款 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它的意思就是在你的还款日到期之前呢 就将它准时一个付清 那这就显示你是有能力管好你的财入的状况的 像如果你的信用卡结账到期日是每个月15号 那你就一定要在14号的时候就将这笔钱 这个金额准备好 然后把这个还款给缴清 那你不要15号收到银行的提醒之后你才这么做 那基本上已经来不及了 那最常产生无悔就是你搬家的时候呢 你都没有把信用卡的账单地址给换一个地方 早知你就没有收到账单 也就没有办法按时交费 所以确保这些正确的讯息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帮助你保持你很好的这个信用记录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信用额度的使用率 一般来说呢,使用率是尽量保持在信用卡在30%以下 那这样可以让这些评级机构觉得你有好的信用管理能 比起好的这个安全的消费习惯 就不让他们感觉好像你每个月都把你的额度弄到差点上限 导致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为自己的消费习惯 还有你的能力去做那些拿捏 所以举例来说,如果30%的额度使用率就是说 如果你信用卡额度是1000块加币 那么每个月使用这张信用卡就最好不要超过300加币的消费 那有些人会成为可能就是没有对自己的消费习惯负责 结果最后就导致付不出这个卡费的这个情况 那第三个就是长期使用同一张信用卡 那就是保持你这个比较老的这些账户 Active的这个状态 因为信用历史越长对你的信用分数越有利 所以你要尽量保持一张信用卡 它长期是开通的状况 而且信用历史越长对你的分数越有利 如果你有一张使用很多年的信用卡 即使你不常用也尽量不要关闭这张卡 因为这张卡它的信用历史可以为你的信用分数 来加一点分数 那有些人会觉得这张信用卡我不常用了 刷卡优惠也不符合现在的消费习惯 而且我还要去缴那个卡费 那又怎么办呢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来处理 就是直接升级或是降级成免免费的信用卡 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关闭账户的同时 还可以保有这个信用记录 那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不过每件发卡机构可能对这个方法有不同的回应方式 那所以你真的在操作之前 还是要先看他们的客服确认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有帮助的 那第四个就是多样化的信用贷款种类 意思就是你拥有多种的信贷的产品 像是你有信用卡 有汽车贷款 或是抵押贷款等等 而且你都可以良好的管理它们 也会对你的信用分数有很好的这些影响 你每一个使用率还有还款都能准时 并且控制在这个正常的风险之内 那就会帮助你提升自己的信用分数 像之前我在加拿大买房的时候 信用分数就忽然大幅的升高 原因是因为我和银行的贷款其实偏比较多 而且也都准时的还款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的信用分数就累积得很快 从原本的大概六七百分 很快的一路上升到九百 那这边我想要快速和大家分享一下 BEMO的New START计划 那这个计划是专门为新年名设计的 帮助你在加拿大的生活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BEMO的New START计划 包括了各种的优惠还有服务 那非常适合刚来到加拿大的新移民 那首先呢 他提供了一张信用卡 申请的条件对新移民来说有相对的宽松 可以帮助新移民开始建立他的信用记录 而且这张信用卡呢 还提供前三个月高达5%的现金回馈 非常的划算 除此之外呢 这个计划还包括了不同的优惠 像是一年的定存利率 举例来说你刚来到加拿大 很多人可能会带着一笔钱来到这边 为这个长期的生活准备 但这笔钱呢 可能一开始不会马上的用到 因此你就可以将这个钱 存入这个定期存款就是GIC 那通过BEMO的这个New START计划 还可以享受额外的奖励 而且呢 这个计划呢 还提供了一个免账管费的支票帐户 也就是checking account 第一年它是完全帮你免除这个账管费的 也就是相当于省下一年215块加元的这个费用 这对于刚来到加拿大 还在适应新生活的新移民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帮助 那这边新移民的定义呢 是只要来到加拿大5年以内都算 所以呢 如果你是来到加拿大5年以内的人 都可以通过这个BEMO的New START PROGRAM 享受总价值超过2100加元的这个优惠 那推荐大家呢 可以点圈以下的资讯栏下方的连结 来看更多的详细资讯 那说完这些加分的行为 我觉得只要能够正常的去执行 这些金钱管理的方式 我觉得都不难理解这些行为 为什么能够帮助你去加分 但我反而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迟到哪些行为要避免 才能避免降低你的信用分数 所以第一个呢 既然要准时还款也不难理解 如果你持交还款的话 就会对你的信用分数产生影响 特别是信用卡还有贷款等等 这些要持交的还款记录 都会被记录在你的这个信用报告中 影响你最后的信用评分 那待会呢我会分享 为什么持交还款这件事情 要这么看重 而且一定要认真的看待它 这些事情呢都会在你的日后 给你增加很多的麻烦 那第二个呢就是 过度申请信用卡或贷款 基本上你每次申请这些信用带的产品 都会记录一次查询 那如果你这个查询太多次的话 会让贷款的机构觉得你可能有财务的困难 才会去申请很多的信用卡来操耳消费 那你每一次的查询记录呢 都会稍微降低你的信用分数 所以最好的避免方式就是 不要申请太多的信贷产品 但如果真的有需要申请新的信用卡 也可以考虑像上面的分享的方式 就是跟信用卡公司要求升级或是降级你的卡片 那第三个啦 就是高信用额度的使用率 所以如果你经常把信用卡刷爆 或者是你使用的额度已经到了70% 80% 90% 那这个会让信用评级机构觉得 你有过度借贷的这个风险 所以保持信用额度使用率在30%以下是比较理想的 那如果你超过50%的话 则会对你信用分数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通常基本上50%以下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总之呢 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是需要长期经营的事情 那只要养成好的这个财务的管理习惯 就能在加拿大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信用记录 来享受这些信用带来的方便 那我们就可以来说如何开始累积我们的信用分数 那分享到这边或许有疑问是第一步该怎么进行 那假如你是个New Immigrant或是新来的国际留学生 那我们又该怎么累积呢? 那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在刚抵达加拿大的时候 应该就直接申请一张信用卡 然后每个月就按时的还款 然后保持它最低额度的使用率 并且尽量不要频繁的申请新的信用卡 那透过这样的方法 基本上你的信用分数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提升 当然可能额度一开始不高 但随着使用的时间越长 你信用累积越好 过一段时间还会不时收到银行通知你 会自动帮你调整你的额度 或者你也可以自己打电话过去要求提高 所以基本上就是重复以上的行为一直持续下去 那几年后呢 当你确定自己要在加拿大长期生活的时候 如果需要申请一笔车贷或是房贷 都会因为有这些长期累积的信用分数 让你很顺利的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 并且呢 我还有听说过好的信用分数 还能够享受比较低的贷款利率 那前面说完如何提高以及避免信用分数降低 接下来你就可以快速的聊一下 信用分数高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 所以不论你是买房买车还是创业 信用分数高的人都更容易获得这个贷款的批准 并且享受更好的这个利率 这样我觉得不仅能节省利息的费用 还能增加你就是在财务上这个灵活性 那几年前呢要买房我就非常有感 长期累积的信用是怎么帮助到我的 当我在决定要买房的时候呢 出事的信用分数基本上银行都不会拒绝 那第二个呢就是更好的信用卡条件 那高信用的分数呢 可以让你申请到更好的信用卡 享受更多的回馈还有优惠 例如你高信用分数的持卡 可以申请到更高额度的信用卡 或者是一些等级比较高 要求明星有比较高的卡片 那通常等级比较高的卡片呢 他能拿到的信用卡优惠 当然也是比较好啦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当你需要刷越多的时候呢 他真正就能帮助你省越多 同时呢还有你更高的信用卡额度 也就代表你不用担心你信用卡额度不够 导致你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提早缴费 才能有这些额度可以使用 也当然间接避免了 上面提到的这个 信用额度使用率的问题 你刷卡的那个额度越高 那你就越不容易超过30%这个门槛 那再来呢就是租房的优势 很多房东会查你的信用分数 那你的高分数可以增加你租房的机会 那我举一个发生在我生活上的例子就是 前一阵子呢我把我多人多的公寓放到市场出租 然后之后就陆续收到很多访客的入住申请 那通常呢我们都会请他们提交 这些他们的工作证明啊 或者reference letter 甚至他们的信用记录 来当做我们更认识他们的背景的一个方式 那也作为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初步的筛选这个参考 那对于我作为一名房东来说呢 常常在第一关就可以很轻易的筛选掉第一批 我基本上完全不会考虑的人 就是信用分数低于一个程度以下 或是可能信用分数很高 但是他的过往的还款纪录不准时 常常延时缴卡费等等的 我也都会直接跳过 虽然不能当初绝对的标准他们是好或是不好的房客 但是作为一个房东呢 我尽量做的就是去根据他的资料去做判断 那如果真的让我遇到一个有问题的房客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灾难 所以我只能尽量避免啦 那当然每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有信用分数不高的这个过程 尤其是刚来到加拿大的人 那我自己也曾经是刚来到加拿大读书的学生 也如果房东担心我的信用问题 但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啦 所以呢我才会一直不断提醒大家 就是尽早累积自己的信用分数 对自己不会有坏处 那除了以上这些点之外呢 我还有听过信用分数高低 还会影响到你的求职状况 例如有一些雇主他们在招人的时候呢 就会查询申请整个他们的信用记录 那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太低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求职机会 那我到目前是还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顶多就是背景调查 可能背景调查还算是信用调查第一种嘛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呢 也欢迎在下方跟大家分享 那基本上以上呢 就是信用记录的重要性的话题 也跟大家分享啦 大家如果是新移民呢 也欢迎透过资讯栏下方的连结 了解更多能帮助你的优惠计划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